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微调 反课纲联盟认为教育部 针对台湾史部分进行大规模修改 原本就被边缘化的原住民族历史 所占篇幅更是缩小 历史课本将原本原住民修改为原住民族 强调原住民族集体权 但学者认为这有可能造成 目前未被官方认定的贫布族群 消失在历史课本上 贫布族群从荷兰 清朝等时期 跟外来殖民政权产生的互动关系 是台湾史重要环节 甚至也跟外来政权发生过许多征战 希拉雅族文史工作者表示 若按照目前克刚来看 仍然还是以大中国文化为主 原住民族历史恐怕仍将继续被遗忘 面对一般教育长期 对于原住民族历史的忽视 台师大副教授汪明辉表示 应该创造一个原住民族教育体系 并且设计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课纲 让原住民族学生学习 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原住民族学生在以汉族中心为主流的教育体系 失去认识自我文化机会 若干维调事件爆发 只不过是原住民族文化权益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冰山一角 记者乌马斯鲁鲁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观看